毛泽东选集 第五卷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 1952年4月6日 这是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西南局、西藏工委并告西北局、新疆分局的党内指示 我们基本上同意西南局、西南军区4月2日给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的指示店 认为这个电报索取的基本方针除了改编藏军一点外 及许多具体步骤是正确的 只有照此做去 才能使我军在西藏立于不败之地 西藏情况和新疆不同 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西藏均比新疆差得多 我王振部入江 尚且首先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 自力更生 生产自己 现在他们已站稳脚跟 取得少数民族热烈拥护 目前正进行减租减息 京东进行土改 群众将更拥护我们 新疆和关内汽车畅达 和苏联有密切经济联系 在物质福利上给了少数民族很大好处 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 不能实行土改 新疆有几十万汉人 西藏几乎全无汉人 我均是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区域 我们唯靠两条基本政策 争取群众 使自己利于不败 第一条是精打细算 生产自己 并以此影响群众 这是最基本的环节 公路即使修通 也不能靠此大量运粮 印度可能答应交换粮物入藏 但我们的利缴点应放在将来 有一天万一印度不给粮物 我均也能活下去 我们要用一切努力和适当办法 争取达赖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 孤立少数坏分子 达到不流血的在多年内逐步的改革西藏经济 政治的目的 但也要准备对付坏分子 可能率领藏军举行叛变 向我袭击 在这种时候 我均仍能在西藏活下去和坚持下去 凡此均需依靠精打细算 生产自己 以这一条最基本的政策为基础 才能达到目的 第二条可做和必须做的 是同印度和内地打通贸易关系 使西藏出入口趋于平衡 不因我均入藏 而使藏民生活水平稍有下降 并争取使他们在生活上有所改善 只要我们对生产和贸易两个问题不能解决 我们就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 坏分子就每天握有资本去煽动落后群众和藏军反对我们 我们团结多数 孤立少数的政策就将软弱无力 无法实现 西南局4月2日电报的全部意见中 只有一点值得考虑 这就是短期内改编藏军和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否可能合得策的问题 我们意见目前不要改编藏军 也不要在形式上成立军分区 也不要成立军政委员会 暂时一切仍旧 拖下去 以待一年或两年后 我军却能生产自己并获得群众拥护的时候 再谈这些问题 在这一年至两年内可能发生两种情况 一种是我们团结多数 孤立少数的上层统战政策发生了效力 西藏群众也逐步靠拢我们 因而使坏分子及藏军不敢举行暴乱 一种是坏分子认为我们软弱可期 率领藏军举行暴乱 我军在自卫斗争中举行反攻 给予打击 以上两种情况 无论哪一种都对我们有利 在西藏上层集团看来 目前全部实行协定和改编藏军 理由是不充足的 过几年则不同 他们可能会觉得只好全部实行协定 和只好改编藏军 如果藏军举行暴乱 或者他们不是举行一次 而是举行几次 又军被我军反击下去 则我们改编藏军的理由就欲多 看来不但是两丝轮 而且还有达赖及其集团的多数 都觉得协定是勉强接受的 不愿意实行 我们在目前 不仅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物质基础 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群众基础 也没有全部实行协定的上层基础 勉强实行 害多利少 他们既不愿意实行 那么好吧 目前就不实行 拖一下再说 时间拖得越久 我们的理由就越多 他们的理由就越少 拖下去 对我们的害处并不大 或者反而有利些 各种残民害理的坏事让他们去做 我们则只做生产 贸易 修路 医药 统战 团结多数 耐心教育等好事 以争取群众 等候时机成熟 再谈全部实行协定的问题 如果他们觉得小学不一半 则小学也可以收场不败 最近拉萨的示威 不应看作只是两丝轮等坏人做的 而应看作是达赖集团的大多数 向我们所做的表示 其请愿书内容很有策略 并不表示决裂 而只要求我们让步 其中暗示恢复前清办法 不住解放军一条 不是他们的真意 他们明知这是办不到的 他们是企图用这一条交换其他个条 在请愿书内批评了14倍达赖 使达赖在政治上不负此次示威的责任 他们以保护西藏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 他们知道在军事力量方面弱于我们 但在社会势力方面则强于我们 我们应当在事实上 不是在形式上 接受这次请愿 而把协定的全部实行延缓下去 他们选择在班禅尚未到达的时机举行这次示威 是经过考虑的 班禅到拉萨后 他们可能要大拉一把 使班禅加入他们的集团 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好 班禅不上他们的当 并安全到了日喀则 那时 形式会变得较为有利于我们 但我们缺乏物质基础这1.1时还不能变化 社会势力方面 他们强于我们这1.1时也不会变化 因而达赖集团不愿意全部实行协定这1.1时也不会变化 我们目前在形式上要采取公式 责备此次示威和请愿的无礼 破坏协定 但在实际上要准备让步 等候条件成熟 准备将来的进攻 即实行协定 你们对此意见如何 旺考虑电告